得知我是真千金的时候,我爸的车差点把小区路口堵死,我淡定锁好出租房的门,把钥匙放在地脚垫下,方便我搬砖的男朋友中午过来休息。 回家没几天,我爸让我参加一个慈善拍卖会,为啥我看到有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和我那男朋友长得一模一样? 豪车队堵在我家这七十年代老小区门口时候,我正在看班级群消息。 陈嫣,真羡慕你啊,毕业就能回天圣集团继承亿万家产了,不像我们还得找工作。 就是啊,我投了一圈简历,居然一个电话都没接到。 实名羡慕陈嫣,羡慕家身份正好,一群人在下方攻围,我看着没劲,就要退出,发现陈嫣在群里发了个红包。 就在这时,楼下吵吵嚷嚷嚷,我探出头去看,只见一辆宾历墓上停在了小区楼下,后面似乎还有好几辆车,有一辆竟然是骚包的亮黄色跑车。 卧槽,神马情况。 我们这种老小区什么时候能有这种级别的车了? 我正要看仔细,楼上那户浇花的水就滴了下来。 我连忙将脑袋缩回来,这才发现,我不小心把陈嫣的红包打开了。 到我这里恰好最后一个,而我的名字前出现几个字,手气最佳,33.8块。 已经点了,我退不回,却不料下方众人的对话一下子就炸了。 乌唐最佳手气啊,不错嘛,陈嫣这应该是精准扶贫了。 陈嫣再给乌唐发点呗,毕竟大肆毕业了,乌唐没法申请助学金了。 我看不用了吧,乌唐那个搬砖的帅哥男朋友一天能挣300呢? 在北京租个地下室,妥妥的了。 乌唐,最近高温都39度了,你男朋友不会中暑在工地吧? 他们包工头给发高温补贴吗? 众人七嘴八舌中,陈嫣连发了几个红包,所有红包上都写了几个字,乌唐专属,其他人别点。 我心头冷笑,半年前我男朋友来我学校找我,陈嫣看他长得帅,主动去搭讪。 然而,我男朋友根本不理他,也不知道他怎么就知道我男朋友是搬砖的,抱着得不到就毁掉的原则,到处宣传。 见陈嫣一脸发了八个红包,一群人齐齐爱特我,让我赶紧领钱,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就在这时,我这不隔音的门传来隐约对话声,小唐就住这里面。 这环境太艰苦了,这孩子受苦了,人很快到了我门口,咚咚咚敲门。 我一个哆嗦,快步去厨房拿了菜刀。 十五分钟后,我面前摆上一份基因鉴定报告,显示我是天圣集团总裁的女儿。 旁边的中年男人,慈爱又愧疚地在我耳边不断说,都怪当初生了你我没有盯着。 让护士把你弄错了,我以为自己还在梦中。 我实际上是个千金大小街,这事怎么想,怎么玄幻。 但是我抬头看向我哥,我和他长得太像了,一样的模子刻出来的。 我是女生古像,她是男生古像。 我俩是龙凤台。 老爸老哥让我和他们回家,我看了一眼家图四壁的出租房。 觉得他们也不至于骗我什么,最终决定先去探明情况。 我表面淡定,内心却在呼啸。 和他们一起出门时候,手抖好几次都没能锁好门。 但我还是习惯性地把门钥匙放在了地脚垫下面,方便我搬砖的男朋友中午过来休息。 他工地就在这附近,中午最热时候,包工头会给他们放两个小时假。 我在群众人民好奇的目光里,坐上了那辆墓上,我一大早从柔软被褥里醒来,就看到了班级群消息。 同学们,定下来了,6月28号统一拿学位证书拍毕业照,上午9点,不要迟到。 我打个哈欠坐起来,昨天的一切都还有些恍惚。 我真的成千金,大小街了,这不是梦中梦。 从餐厅出来,管家已经准备好东西,我看到他,突然就觉得好像有点眼熟。 他发现我在看他,立马就微笑对我自我介绍,大小街,我是陈管家,您可以和少爷一样叫我陈叔。 这么一瞬间,我脑海里一下子就出现了陈嫣的脸,说陈嫣和陈管家不是亲戚,我打死都不信。 说不定,还是妇女。 我于是旁敲侧击,陈叔您看着挺年轻啊,孩子还在上学吧。 陈管家笑着道,我结婚早,女儿今年正好大学毕业。 我瞬间精神了,哦,不错呀,也在北京上学吧。 他点头,是啊,学得快计。 哦,这就有意思了。 陈嫣不是从大一就说她是天圣集团千金吗? 原来是天圣集团总裁的管家的女儿啊。 我心情大好去用餐,顺道给我男朋友发消息, 哥哥,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去接你。 他昨晚给我发消息,说他的包工头在廊坊懒了个活, 那边人手不够,让他们去应急几天。 我男朋友肖瑞向来自尊心很强, 我一下子变成了富加千金这件事, 我还得找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他。 而且我更怕他听到我家家事,觉得自己没钱配不上我而跑了, 有点头疼,总之得先见到他再说。 十来分钟后,他回复了我消息, 堂堂,再等我两天, 二十八号上午,我应该能赶回来。 我一看这日子,于是道, 好啊,我们正好二十八号拿学位证和拍毕业照, 你来我们学校,我们一起拍照。 我已经开始憧憬我穿着学士学位服和帅帅的男朋友拍合影的场景了。 他秒回,好,我到时候一定不给你丢脸。 我看了他的话,忍不住心疼。 我得早点把他拐去领证, 等领了证后再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 这样就不会把他吓走了。 以后他也不用总在工地了, 这么帅的小哥哥就应该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 美美搭。 时间过得很快, 这些天里我爸负责给我介绍公司, 我妈负责给我各种买买买, 我龙凤胎哥哥则负责带我去公司熟悉各种业务。 一晃到了二十八号那天, 我妈早已经给我准备好了行筒, 一条浅蓝色蕾丝裙, 一个铜色系手包, 高跟鞋上还有铜款的元素。 牌子竖我这个三岁就流落到福利院长大的孤儿没见过, 但是料子摸着超级舒服。 我妈给我解释, 这是妈妈最喜欢的原创设计师品牌, 全都是私人定制, 堂堂如果不喜欢, 我们回头再去逛国帽或者Skipy。 我连忙摇头, 不不不, 我很喜欢, 谢谢妈妈。 短短一周, 我已经体会到了家的温暖。 虽然迟了二十二年, 但依旧很感动。 我坐上家里那辆宾利, 来到学校, 刚下车, 就看到陈嫣的几个田狗, 他们好像也看到了我, 冲着我这边, 不知道在议论什么。 今天学校给我们举办了一个简单的仪式, 由个大院系领导过来给大家拨麦穗, 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 轮到我的时候,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总觉得有人在对着上面的我指指点点。 其实这样的事情, 在最近半年我已经习惯了。 陈嫣想搭讪萧瑞失败, 舔他的那些同学自然全都针对我。 估摸着这些人, 又不知道在下面编排什么, 我心头好笑, 盘算着是不是应该让陈管家过来, 让那些舔狗们看看陈嫣到底是多么风光的大小街。 颁发证书环节很快结束, 陈嫣是班长, 组织大家一起拍毕业照。 我手机响了, 是萧瑞打过来的堂堂, 我还有二十分钟到你们学校, 来得及吗? 我顿时笑了, 没问题, 我等你。 就在这时, 一旁同学喊大家站好, 陈嫣自然站在了C位, 她却故意过去拉着我, 乌棠, 站我旁边吧, 毕竟你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我心头疑惑, 陈嫣知道我身世了。 然而她的话才落下, 其他同学就笑了起来, 对啊, 乌棠早点豁出去不好吗? 非得毕业才开窍, 早点愿意上老男人的车, 也不用申请助学贷款啊。 乌棠, 你那班砖的男朋友知道吗? 你们不要狭隘, 格局要打开, 说不定这是人家班砖的男朋友, 默许的呢? 毕竟女朋友有钱了, 她也不用奋斗嘛。 众人七嘴八舌议论着, 我渐渐听出眉目, 他们说我上了老男人的车, 靠着出卖身体赚钱。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 今天一早从车上下来的场景, 看到众人那副面孔, 我知道和他们理论没有任何意义, 毕竟疯狗咬人, 人总不能咬回去吧。 那么就交给我爸公司法律团队来解决。 我打开了手机的录音功能, 见我一句话不说, 他们议论得更加起劲, 越来越下, 流难听。 有不捧沉烟臭脚的同学听不下去, 拉了拉我, 乌棠, 别理他们, 我相信你。 我点点头, 嗯, 谢谢。 这个世界总有人会揣着恶意的, 我们没法左右他们的思想, 但我们可以调节自己的心情。 这是我从小端盘子, 洗碗挣学费踩上的大学, 是我挑灯夜战十年寒窗考上的专业。 这是我大学校园最后一天, 我穿着憧憬很久的学士服, 站在阳光里。 我要留住这一个瞬间, 所以当摄影师按下快门时候, 我的笑容明媚而灿烂。 即使没有突然被亿万家产砸中, 我也同样可以笑对生活。 合影结束, 我正要离开, 就听到后面传来惊呼声, 哇, 好帅。 那是谁? 是哪个明星吗? 气质好好。 哎呀, 帅哥有没有女朋友啊? 不对, 我怎么看着那帅哥有点眼熟啊? 卧槽, 怎么像乌唐那个搬砖的男朋友? 我听着声音, 已经看到视线尽头, 萧瑞向着我走来。 他穿着简单的白色衬衣, 下面是西裤, 领带系得很规整, 崭新的皮鞋也正亮。 逆光而来的时候, 精致的五官依旧耀眼, 整个世界都好像静了。 他看到我, 冲我伸出手臂。 我连忙飞奔而去, 却因为高跟鞋穿不惯, 跑了一步就崴脚。 他连忙大步过来, 一把将我抱起来, 紧张到, 堂堂, 有没有事? 我摇头, 没事, 不疼。 我闻到了他手里花树的香气, 还看到了百合上 甚至带着早晨的露珠。 这一幕在阳光校园里 实在太美好, 如果没有周围的叽叽喳喳, 就更美好了。 还真是乌堂的男朋友啊。 哟, 不是搬砖的吗? 这一身行头虎谁呢? 这搬砖的也晒不黑, 不会搬砖 搬到富婆床上去了吧? 哈哈哈哈, 嗨, 帅哥, 你知道你女朋友 今天早上 从什么车上下来吗? 众人围着我和萧瑞 七嘴八舌。 萧瑞在查看了我脚踝 真的没事后, 小心翼翼将我放下, 随后转头, 目光灵力望着周围的同学。 他很少露出这样的眼神, 上一次还是我在校外被喝醉了酒的混混尾随, 他眼神凶悍上去和人干架, 三两下放翻好几个, 给我女朋友道歉。 他面对其他人时候, 声音偏冷感, 带着威慑力。 我被他牵着, 感觉到满满的安全感。 众人似乎被他的气场震慑了一下, 但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面前的就是一民工。 顿时笑得更加嚣张, 哟, 民工大哥这是要打架了。 打伤了人医药费, 你赔得起吗? 身上这套租来的吧? 在哪里租的? 看着还挺人母狗样的, 真以为穿上龙袍你就是太子了。 还是说你也不想奋斗了, 和你那孤儿怨出来的女朋友都找到洁净了。 泽泽, 真是般配啊, 不过小心点, 回头你们的金主发现了你们情笔金尖, 估计后面的钱就不好赚了。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 笑声要将我和萧瑞淹没。 萧瑞将我拉进怀里, 语气平静, 虽然望着那些人, 各位, 记住你们的每一句诽谤, 因为你们很快会为自己的无知和恶毒付出代价。 他低头望着怀里的我, 低声安慰, 堂堂, 相信我, 我会帮你报仇。 我听着他胸腔里有力的心跳, 唇角扬起, 嗯, 哥哥, 我相信你。 实际上, 我们在一起两年, 他从不做出承诺, 但是只要承诺的再难, 都会做到。 他揉了揉我的头发, 嗯, 我们去拍照。 我穿着学士服和他一起拍了很多张, 又将学士服脱下还给学校, 穿着我那条蓝色裙子和他拍合影。 照片里, 我俩笑得都很灿烂, 直到我接到了司机电话, 大小街, 那辆宾利我开去保养了, 换了一辆保时捷, 车牌号是JK9Y88, 你要用车钱给我电话, 我马上去接您。 我偷偷摸摸回应, 嗯, 我暂时不用, 你先忙, 要用时候咱们再联系。 挂掉电话, 我看到肖瑞手里拿着我的学位证和花, 帅气逼人。 我知道我身份应该瞒不了多久, 我得想办法赶紧和他领证。 就在我准备旁敲侧击说结婚话题的时候, 他指了指旁边洗手间, 堂堂, 我去一下洗手间。 我点头, 从他手里接过所有东西。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响了, 上面显示两个字, 工友。 我看了一眼洗手间门口, 怕肖瑞错过工作的通知, 于是帮他接了。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里面的人就先开口了, 声音还很好听。 肖总, 您预定的求婚戒指, 设计师刚刚送来了, 您今天如果回公司的话可以看看, 如果哪里不满意可以改, 我听得有些猛。 他工友居然叫他肖总, 而且戒指还是设计师送去公司, 而不是工地。 不过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肖瑞真的在准备对我求婚, 所以我能在暴露身份前, 先和他把证领了。 于是我回应道, 你好, 肖瑞他去洗手间了, 我帮他拿着手机, 哦, 乌小姐您好, 我是肖, 肖瑞的, 工友。 里面男生听着文质彬彬, 一点也不像工地里干活的大老爷们。 我连忙应道, 嗯嗯, 你好啊, 他马上出来了, 一会儿我让他接电话。 说话间, 肖瑞出现在了我的视线, 我连忙把手机递给他, 你工友找你。 我脸颊有点红, 想到要被求婚了, 心里很期待。 肖瑞也不知道和那边说了什么, 很快他就收起手机, 轻身让视线和我平起, 堂堂, 你都知道了。 我点头, 嗯, 你还预定了戒指啊, 其实不用的, 戒指好贵, 一拉罐拉扣就可以了。 他笑着捏了捏我的脸, 把我拉进怀里, 语气有些复杂, 堂堂, 我一直都想给你最好的, 但是又怕把你吓走。 我听着这话, 怎么觉得他和我的心态有那么一丢丢相似? 但是我没有纠结这个问题, 因为我的目的真的达到了。 他应该很快就要对我求婚了, 那么他当天求完婚, 我们马上就去领证。 心情大好, 我俩一起在学校门口的牛肉面馆子吃了一顿。 他专门吩咐, 师傅, 两碗都要双份肉。 我俩吃得津津有味, 周围都是烟火气息, 同学们三三两两离开这个相伴四年的大学, 进入人生的新阶段。 我和肖瑞同过去很多次一样, 在学校东门三百米的站台等三一五路公交车。 我打开我的手机小程序, 看了一下时间, 还有八分钟就来了, 挺快的。 他和我食指紧扣, 堂堂, 我们以后一定会很幸福。 我忍不住扑到他怀里, 还住他竟瘦有力的后背, 抬头亲了他的下巴一下, 嗯, 我们会越来越好。 意外的时间过得很快, 公交车的声音传来, 我连忙松开肖瑞, 拉着他往上挤。 他却往前一步走在我面前, 帮我拉开一条通道, 叮嘱我, 堂堂, 你穿着高跟鞋, 小心。 我连忙点头, 随他一起上车, 车最后一排, 恰好还有两个座位。 我俩坐下, 我们一起看今天拍的照片。 他说, 堂堂, 你今天裙子很漂亮。 我心头一个咯噔, 难道肖瑞发现了这个品牌? 不对, 我妈说, 这个是小众设计师品牌, 她不可能知道。 我于是说, 这十拼西西百亿补贴买的, 我也觉得超好看, 券后才九十九块。 他手指碾了一下材质, 感叹, 百元内居然能买到这个材质, 我也连忙夸他, 你今天的衬衣西裤鞋子 看着也都很好, 是不是加起来有三百? 他脸上露出有些奇怪的表情, 柔柔我的头发, 二百九十九。 我俩一起到了我的出租屋, 几天没回来, 房间里已经有了一层浅浅的灰, 周围依旧还是邻居们的聊天声, 吆喝声, 还有楼下大爷打桥牌输了的叹息声。 天气很热, 空调坏了, 房东还没修, 修了我当初也舍不得开。 所以我打开二手电扇, 对着我俩吹, 房间里都是电扇的嘎吱嘎吱声音。 萧瑞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三张百元的, 塞给我, 堂堂, 过些天更热, 你先找人把空调修了, 记得留好维修账单, 回头找房东报销。 他总是这样, 从认识第一天起就不让我花钱, 我心疼他干活辛苦, 每次偷偷把他给我的钱塞回去, 可过两天, 总会发现那个钱又到了我钱包。 今天我没有拒绝, 因为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 以后再也不用为修个空调的钱而发愁。 我接过去, 抱住他, 萧瑞, 你真好。 他捧住我的脸亲我, 二手沙发上, 我俩逐渐气息不稳。 窗外树上的缠鸣声, 一声盖过一声, 就像是枯燥的伴奏, 在伴奏里, 我感觉到了他身体的变化。 他呼吸有些重, 却还是用尽毅力撑起身子, 帮我拉好衣服。 他声音有些沙哑, 堂堂, 还有九天, 就是我们在一起两周年纪念日。 这句话眉头莫尾, 可我却听懂了, 他要在那天对我求婚。 而我们在一起, 虽然很多次议论情迷 在这个十来平米的出租屋里, 可最后关头每次他都忍住了。 他对我说, 堂堂, 我想把最好的给你, 我也想把我最好的给他。 在见到我冰箱里什么都没了时候, 萧瑞又下楼去给我买了蔬菜水果和牛奶。 他帮我把冰箱放满, 这才起身离开, 堂堂, 我得回去干活了。 我点点头, 你工友都催你好几次了。 他抱了抱我, 又不舍得亲了亲, 这才离开。 我见着满冰箱他买的东西, 怕放在这里放坏, 于是准备去问邻居借个箱子, 一会儿搬上车。 下楼时候, 听到母子俩人对话, 妈妈, 你的电瓶车 差点刮到那个叔叔的车了。 是啊, 那个车好贵, 卖了妈妈也赔不起。 叔叔不会让妈妈赔钱的, 叔叔长得好看, 一定是好人。 我没多想, 借了个纸箱, 装好东西, 等着司机过来, 于是搬着箱子回了家。 刚到家, 就发现爸妈都在沙发上, 还有我哥, 看到我就冲我吹口哨。 我爸嫌弃地拍他一下, 随即冲我招手, 堂堂啊, 过来坐, 爸妈给你说个事。 我意识到一定是个不小的事, 于是坐下来问他们什么事啊。 我妈拉着我的手说, 是这样, 我和你爸有个很好的朋友, 也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双方认识也有三十年了。 他们家有个儿子, 比你大三岁。 当初我怀孕时候就约定过, 如果我生了女儿, 我们就结亲嫁。 说到这里, 我妈挑一眼我哥, 道, 如果人家喜欢男的, 我也让你哥去了。 我一听, 心肝抖了抖。 我妈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我爸在旁边补充, 所以堂堂, 爸爸去约一下你肖叔叔, 定个时间, 你们两个孩子见个面。 对方竟然也姓肖, 还真的是巧了。 我并不好奇, 这位指父为婚的娃娃亲长什么样, 而是认真对爸妈道, 其实我有男朋友了。 两人一听, 瞬间精神起来, 我指了指搬进屋的箱子。 里面的蔬菜水果牛奶, 都是他买的, 我们在一起两年了, 他对我很好, 还打算过几天对我求婚。 我妈脸上有些遗憾, 不过还是点头硬着, 这样啊, 那改天把他带过来, 让我和你爸看看。 我爸在旁边问, 他是本地人吗? 家里做什么的? 他毕业没有, 做什么工作? 我心头有些忐忑, 却还是道他是本地人, 家里挺穷, 中学毕业后就出来搬砖了, 现在在工地上, 是个搬砖队的小头目。 嗯, 所以他工友都叫他萧总。 我话音落下, 周围寂静无声。 过了好几秒, 我爸才点头, 嗯, 年轻人肯吃苦也不错, 所以这就过关了, 不会上演什么豪门逼迫分手, 砸钱让离开的戏码。 我妈见我脸色还忐忑, 于是温柔笑道, 堂堂, 你这两年, 他都把你照顾得很好, 可见他也是认真对待这段感情的, 所以我们不会反对, 因为这个世界上, 有人含着金汤匙出声, 有人一生下来, 就背着沉重的包袱。 谁都希望自己好, 但谁都无法选择自己开局的命运。 我听得有些感动, 忍不住抱住我妈, 嗯, 他真的很好, 如果让他出生在我们这样的家庭, 他一定能有所作为。 于是我爸拍摆, 那等他方便, 把他带过来, 大家一起做作。 我连忙点头, 好。 说着, 又转头冲一直在旁边吃瓜的清歌道, 哥, 帮我个忙, 陈嫣他们诽谤的事情, 也该给他们教训了。 第二天, 我爸带我去参加一个慈善拍卖会。 这样的场合, 我还只是在电视里看过, 所以来到酒店的时候, 我忍不住四下去看。 我爸让我挽着他的手臂, 面对那些过来和他打招呼的, 他自豪介绍, 这是我女儿, 秋唐。 我原来名字里的乌是之前福利院院长给娶的。 他姓乌, 所以我们这些送过去, 连名字都没有的孩子都和他姓。 而唐这个字, 则是我自己抓的。 回到亲生父母身边, 我爸已经去联系帮我改名字, 但是新的身份证件还没下来。 漂亮的光影里, 我和我爸来到前排座位坐下。 我看到, 我爸旁边还有两个空位, 上面放着的名牌上好像写着肖字。 我有点近视又没配眼镜, 看得不太轻。 但我爸看到名字却主动冲我介绍, 堂堂啊, 真是好巧, 你看你萧叔叔他们今天也来, 就坐我们旁边。 见我还盯着名牌看, 我爸以为我还在因为娃娃亲的事情而不开心, 于是连忙解释, 爸爸知道你有男朋友就不会再想别的了, 但是大家都是朋友, 一会儿见了还是要和人家礼貌打个招呼。 他说话间, 我看到门口那边有人走了过来。 年轻男人一身黑色衬衣西裤, 精致的五官伶俐而深邃, 一身气场赫然就是商务精英。 而他旁边的中年男人和他模样有五六分相似, 二人显然是父子。 我爸顺着我视线看过去, 顿时热络冲对方招手, 老肖, 我盯着那个年轻男人和我男朋友一模一样的五官, 感觉世界魔幻了, 这是神马情况。 我娃娃亲的对象, 居然和我男朋友长得一模一样。 要不是近来的男人那冷峻中带着上位者气场的感觉, 我都觉得他俩是同一个人。 我的男朋友肖瑞, 第一次见他, 他就穿着公字背心, 端着盒饭在工地前的路檐上吃饭。 他身上流着汗, 浑身都是男人的荷尔蒙气息。 我因为打工累得在太阳下快晕倒, 是他扶住我, 掏出包里皱巴巴的钱, 给我买了一瓶冰水。 他总是冲我笑, 眼睛温暖又澄澈。 而越来越近这个男人, 他是妈妈口中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人, 似乎骨子里就刻着商场中人的杀伐决断和冷血残酷。 虽然一模一样的五官, 可我觉得有些陌生。 而他的视线, 很快就和我的撞在了一起。 因为有些距离, 我看不清他表情, 只觉得他往前走的脚步似乎突然顿了一下。 但应该是我的错觉。 他很自然地和我爸招呼, 当我爸介绍我的时候, 他微笑冲我伸出手, 邱小姐好。 我和他的手礼貌地握了我。 他的手骨节分明, 就连握手时候都透着冷感。 不像萧瑞的, 虽然常年干活, 但是指甲修剪得很干净, 掌心里有汗, 但温暖又有力。 我们们彼此客套地坐下后不久, 拍卖会就开始了。 今天所有的拍品都是在场嘉宾捐出来的, 到时候所得的所有金额, 都会捐给慈善基金会, 用于贫困孩子的助学金。 我当年就是拿到了几百块的助学金, 才有幸在六岁那年进入校园, 和普通的孩子一起上学。 所以今天我坐在这里, 感激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 前面的拍屏显然我爸都不太感兴趣, 大佬就要最后出场。 于是我拿出手机给萧瑞发消息, 哥哥, 我今天看到有个人, 和你长得一模一样, 我都忍不住怀疑, 你们会不会是失散的兄弟。 他很快回复, 那我帅还是他帅? 我秒回, 当然你帅。 他好冷的, 看起来有点凶, 我不喜欢那样的。 屏幕上显示他正在输入中, 可等了两分钟, 才收到他一句很短的话, 堂堂, 我不会对你冷, 也不会凶。 我唇角扬了起来, 这时拍卖师展出一件拍品, 是一条翡翠项链, 我眼睛一下子亮了。 我喜欢翡翠, 喜欢各种石头, 以前和萧瑞一起看电视时候, 我就在他怀里对他说, 以后如果我们结婚, 我不要金项链金手镯, 你送我个石头就好。 那时候古装剧里, 正好是男主给女主戴上一条翡翠项链, 和现在拍卖师盘子里的同样的橙色。 我很喜欢, 但总觉得花几十万买条条项链, 太过奢侈。 就在这时, 一直没有举牌的萧少, 举起了手里的牌。 我爸转头, 和他爸聊起了天。 他爸笑着解释, 我儿子打算结婚, 今天专门让我和他一起过来, 就是打算拍几个东西送给他女朋友, 作为订婚礼物。 我一听, 心顿时落回了肚子里。 原来娃娃亲对象也有了女朋友哦, 那我们互相看不上, 更不可能在一起了。 没人拆散我和萧瑞了。 我开心, 给他发了一张自拍照, 模糊了身后背景, 只有我。 而他等了半分钟后, 才回了一张, 是在工地, 周围有灯光, 他戴着安全帽, 橘色的安全服上有些机油。 我看得好心疼, 那条翡翠项链被萧少拍下了。 我爸后面又给我拍了一条钻石项链, 给自己拍了一幅白玉围棋, 给我妈拍了一幅字画, 压根忘了也给我哥拍点东西, 一碗水明显没有端平。 萧叔叔二人今天显然就是来拍首饰的, 所以拍到东西后, 二人和我爸打了招呼就先走了。 等我们回家, 我爸把礼物发下去, 见到我哥飘过来的眼神, 他摸摸脑袋, 嗨, 只记得有个女儿, 忘了还有个儿子了, 我哥懒得和他一般见识, 拉着我去了房间, 堂堂, 那些诽谤你和你男朋友的人, 明天应该能接到法院床票。 我眼睛一亮, 嗯嗯, 谢谢哥。 他又皱着眉头, 有些疑惑,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萧氏的律师团 也参与了这件事, 等我这边提交证据后, 他们又不见了。 啊? 我一脸猛。 随即我想到萧少那张和萧瑞一样的脸, 于是我问我哥, 对了, 他们家少爷叫什么名字? 我哥说, 萧燕成, 比你大三岁, 四年前就已经继承了萧氏, 手段很辣, 雷厉风行, 你今天和爸应该见到了。 我点头, 有些恍惚, 是啊, 和你描述的一样。 好家伙, 这名字我听过, 如雷挂耳啊。 两年前就是我是有名的青年企业家, 不过不怎么接受采访, 所以网上也没照片。 但正因为神秘, 关于他的不少传言都听选。 总结出来, 就是一句话, 残酷冷血的天生英才资本家。 我哥笑着, 弹了下我脑门, 如果你嫁给他, 我都怕你被吃得渣都不剩。 我笑, 人家有女朋友了, 也快结婚了, 所以哥你放一万个心, 没人把你妹吃到渣都不剩。 我男朋友可好了, 暖男一枚, 还没吃过我。 当晚我做了个好梦, 第二天我吃了早饭, 就听到手机不停地响, 拿起来看, 发现班级群炸了。 什么情况? 乌堂, 你居然敢去法院告我们。 乌堂, 你有病吧? 我们说的不是事实吗? 你还真来劲了。 乌堂, 还不快撤销诉讼, 你以为你那些事情被曝光, 你能在北京混得下去? 不对啊, 你们没有留意吗? 告我们的是天圣集团啊。 是天圣集团法务部代理的乌堂来告的。 还真是? 什么意思? 天圣集团不是陈燕家的吗? 燕燕快出来, 呜呜呜, 你家律师团是不是弄错了呀? 下面一群人在艾特陈燕。 陈燕很快也出来了, 他回答道, 大家别急, 我问问我爸哈, 肯定是搞错了, 你们等我消息, 一会儿就给你们搞定。 下面众人顿时像是吃了定心丸, 纷纷开始冲陈燕吹彩虹屁。 我看了下时间, 陈燕的消息是在两分钟前发的, 所以他应该这会儿就给他爸打电话了吧。 我快速换好衣服, 来到陈管家的房间门口。 房门没关, 陈管家的声音清晰传来, 好的燕燕, 你别急, 我这就去问问邱总。 见他准备挂断电话, 我在班级群里点了一个群视频的邀请, 一次只能邀请九个人, 但是九个也足够了。 我来到陈管家面前, 陈叔。 他连忙回应, 大小姐好。 我假装闲聊, 陈叔, 您有个女儿, 叫陈燕。 陈叔笑着点头, 是啊, 和大小姐您一样的年纪, 回头可以介绍你们认识。 我笑着道, 陈叔, 我和您聊聊您女儿的事吧。 他虽然疑惑, 却还是点头。 我继续道, 特别巧, 我和陈燕同班。 他给我们说, 他爸是天圣集团总裁, 但是为了保护他隐私, 所以他跟他妈妈姓, 姓陈。 他左边嘴角有一颗痣, 笑起来只有右边脸有九窝, 在班上挺受大家欢迎的。 他家有很多车, 你最爱让司机用那辆车牌是 JK9Y88的保时捷送他上学, 那辆车是他的专属座驾。 我说到这里时候, 陈管家脸色明显变了, 唇半发白, 有些颤抖, 大小姐, 是不是弄错了? 我把手机屏幕递给他。 屏幕里是九宫阁, 所有被邀请视频通话的都在里面。 陈管家一眼就看到了他的女儿陈燕, 燕燕, 你, 陈燕脸色发白望着陈管家, 整个人显然也被这样的情况弄傻了。 只冲着镜头外喊, 刚刚说话的是乌唐, 爸, 他怎么在你旁边? 我从陈叔那里接过手机, 冲镜头里的众人笑着道, 不好意思啊, 我不叫乌唐, 真实名字是邱唐, 和天圣集团总裁一个姓。 所以法院传票没错, 的确是天圣集团律师团告各位的。 所有人震惊望着我, 随后又开始喊陈燕, 显然他们已经被这巨大的身份 反转弄得不敢相信现实了。 陈燕, 快说话呀, 这不是真的。 乌唐, 你才是真的天圣集团千金? 对不起, 我之前被陈燕那个白莲花骗了。 陈燕你个骗子, 太恶心了吧。 亏我们以前, 他们有人懊悔, 有人开骂, 甚至有人开始对我露出讨好的笑, 而我已经没有在和他们耗着的必要。 我对还不是很清楚情况的陈管家道, 陈叔, 你女儿对我和我男朋友做的事情, 你回家可以听他解释。 这个管家不可能再留, 不是因为他女儿做了什么, 而是因为他纵容自己女儿, 享用不该他们享用的东西, 并据为己有。 陈管家什么时候离开的, 我没有关心。 而陈燕以及他那帮田狗最后会面临什么, 他们会如何抱着自己那样的三观, 在黑暗里腐烂, 我也同样不在意。 因为时间一晃, 已经到了我和萧瑞在一起两周年的纪念日, 而她会在今天对我求婚。 我一早就接到了萧瑞的电话, 她的声音竟然带了几分紧张, 堂堂, 你在家里吗? 我让人给你送一条裙子过去。 我一听, 顿时一个鲤鱼打挺, 我出去买东西了, 估计得半小时才能到家。 她于是道, 不着急, 我让人一小时后送到。 你换了衣服, 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公园。 我心脏跳得砰砰砰, 连忙硬道, 好。 挂掉电话, 我连忙让司机送我去了我的出租房。 等了没多久, 有人敲门, 给我送来了一个漂亮的盒子。 我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条白色裙子, 裙子上有很多碎钻。 裙子下面, 还有一双水晶鞋, 上面也有碎钻。 我拿起手机给她打电话, 哥哥, 你怎么给我买这么贵的裙子? 上面都是钻石, 她笑, 傻瓜, 都是耗石, 不贵。 我半信半疑, 看着好贵重啊。 她语气带着纵容, 嗯, 我家堂堂穿着肯定漂亮。 我脸红心跳穿上, 顿时觉得整个出租房都明亮了起来。 我给她发消息, 哥哥, 那我现在出发了哦。 她回复, 好, 等你。 我提着裙摆出门, 阳光里, 裙子上的耗石发出漂亮光影。 这一刻, 我觉得我就是最幸福的公主。 我们出狱时候, 那片地还在施工, 但现在已经是一座小型公园。 两年的时光, 一切都在悄然见证着。 我飞扬着内心来到公园门口, 发现平日里很热闹的公园, 今天很静。 我一步步穿过碎石小路, 远远就看到了一片向日葵花海。 而男人站在那片花海里, 正望着我。 今天的萧瑞, 穿着白色衬衣, 黑色西裤, 打着红色的领带, 短发干净利落。 她冲着我微笑, 我往前走, 每一步好像都踏着心跳的鼓点, 直到我终于来到了她的面前。 我想到她以前对我说过, 她说我就是她心中的向日葵, 永远都有勃勃生机。 而她曾经陷入泥闹, 是遇到我后, 才逐渐爱上了光。 她在我面前单膝跪地, 堂堂, 我在我们出狱的地方, 求你嫁给我。 我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掌心全是汗, 心跳如骨, 敲得我胸腔发麻。 她继续道, 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过去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爱上一个姑娘, 但是认识你后, 我心中有了唯一的轮廓和模样。 秋堂, 我爱你,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既紧张又心动, 既幸福又想哭, 以至于都没留意到她叫的是秋堂。 我眼底弥漫起一层开心的泪水, 点头, 好。 她拿出戒指, 看着怎么都有一克拉以上的戒指,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我这会儿还有功夫哭着问她, 也是耗时的吗? 她给我戴上, 亲了亲我的无名纸, 滴滴叹息, 小傻瓜。 我吸了吸鼻子, 也不知道她这个答案到底是还是不是, 但我已经从戒指盒里取出了南款那枚素戒, 给她戴上。 她站起来吻我, 我们吻得难舍难分, 许久, 她又从口袋里取出了什么。 我看到, 狐狸的翡翠晶莹剔透, 就像是清晨落在绿叶上的磕磕露珠。 我震惊望着她, 她低头给我戴上那条翡翠项链, 接着又是耳环, 手镯, 全是那天在慈善拍卖会上拍的, 价值加起来有两三百万。 我声音有点哆嗦, 眼睫忍不住颤, 你, 你, 她望着我, 眸色深邃, 堂堂, 一直很害怕告诉你, 我就是萧燕成, 是你曾经口中冷酷无情的资本家。 虽然心头已经有了判断, 可我依旧沉浸在巨大的震动中。 那你为什么, 我几乎要哭出来, 不知道这种情绪从何而来, 有些茫然, 有些害怕, 却还是忍不住地悸动。 她将我的手拉起来, 放在她的左胸, 堂堂, 我说过, 这里一直都是热的, 我也从来不会对你冷漠。 我们第一次认识时候, 我没有用真实名字, 是因为那时候, 我和父亲意见相左, 我原本打算自立门户, 之后我们逐渐相熟,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感觉, 让我觉得从没有过得轻松快乐, 所以我更怕你得知我身份会疏远我。 我一直在等你嫁给我, 这样板上钉钉, 你就再也跑不掉。 那天在慈善拍卖会, 我震惊于你的身份, 也很想和你想任, 但那天周围都是人, 不是我们相认的好时机, 也怕你因为得知真相, 而躲起来不肯再见我。 堂堂, 很高兴有个缘分, 原来在二十三年前, 你就是你妈妈 指给我的媳妇, 所以别怕我, 好吗? 我听到这里, 再也控制不住还住她, 将眼泪抹在她身上, 那以后都不要骗我好不好。 我也是才知道自己身份, 怕你吓到了, 怕你跑了, 她低头亲吻我的头发, 声音纵容而宠溺, 嗯, 以后绝对不会再骗堂堂, 阳光里, 她笑容很暖, 她是商场上杀伐决断的萧燕城, 但在我面前, 永远都是那个在工地上冲我, 笑得温暖的萧瑞, 我的班砖男朋友, 半夜, 不小心拍了拍前男友的头像, 他秒回, 想复合, 哼笑, 回他, sorry, 瓦乱暗的, 后来, 他喝醉把我堵在家门口, 那男人是谁, 我快极度疯了, 我真的是不小心的, 半夜刷朋友圈, 忽然看到前男友发的朋友圈, 当年居然没有把他删掉, 我还以为早就删掉了, 和他分手两年, 还是头一次见他发朋友圈, 我鬼使神差地点进去看, 看了眼, 按第一下, 没反应, 以为是手机卡了, 就多按了几下, 结果上面直接显示, 拍了拍对方, 我傻眼, 刚准备撤回, 就有消息弹出来, 他回, 想复合, 我哼笑一声, 这人还挺自作多情, 去他的复合, 想了想, 回他一句, sorry, 挖乱案的, 发完, 立刻把他微信删掉, 次日, 刚到公司, 一旁的同事就凑到我面前, 递给我一份文件, Boss让你一来就拿着文件去找他, 看着挺着急的, 我醋没问, 难道是这文件有问题, 应该是吧, 同事说完又连忙补充一句, 对了温温, 这个Boss新来的, 看着巨帅, 我的天, 老夫的少女心,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拿着文件, 硬着头皮, 朝办公室走去, 到门口刚准备敲门, 里面就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 听着有些耳熟, 直接进, 我撇撇嘴, 一脸茫然地朝里走去, 一进去, 就看见一个男人, 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高定西装, 站在落地窗前, 仅仅是站在那里, 就让人觉得光芒万丈, 但, 那背影越看越觉得像一个人, 我内心忐忑, 一着手上, 文件的力度紧了几分, 深吸气, 开口, 总, 话还未说完, 面前的男人已经转过身来, 我心间一颤, 脸色瞬间沉下来, 脑子一片空白, 面前这人竟然是审职, 我的前男友, 两年没见, 他那张脸, 看着越来越有男人味了, 甚至缓缓朝我走来, 勾走我手上拿的文件, 我跟在他身后, 表面一脸淡定, 实则内心紧张地要死, 他只骨分明地手指着文件中的某一处, 缓缓开口, 这里还要再改改, 我连忙点头, 接过文件, 刚准备出去, 他那低沉的嗓音又响起, 就在我这里改, 我强扯出一个笑容, 这样不好吧, 我还是回我自己的工位去改吧, 甚至起身, 给我让位, 我看着你改, 别浪费时间, 行吧, 他都这样说了, 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坐下来了, 下班后, 我拎着包冲出办公室, 来到公司门口等车, 输然, 一辆车停在我面前, 车窗下降, 露出沈直那棱角分明的脸, 把微信加回来, 他掏出手机, 随后补了句, 工作上的事, 犹豫间, 见不少同事都快下来了, 我拿出手机, 扫了扫, 心想反正是工作上的事情, 加完微信, 沈直也没再说什么, 直接开着车离开, 回到家, 刚打开手机, 就看到闺蜜发的消息, 快快转发这张图片图片, 并配文, 很灵的, 脱单, 我的宝, 快去发, 呜呜, 我前面发你的, 你都没发, 不行, 这次你必须得给我发, 我无奈地笑了笑, 回了他一个好的表情包, 然后点开那图片一看, 呜呜, 我后悔了, 立刻甩了条消息过去, 苏晓晓, 你个LSP, 我后悔了, 下一秒, 那边回我, 不行, 你已经答应我了, 证据在这里呢, 这照片看着也还好了, 别逼我求你, 我要开始闹了, 最后受不了闺蜜的软磨硬泡, 还是发了那张图片, 一张男女暧昧的照片, 但看不清正脸, 出去不到一会儿, 就看见沈直给我点赞, 并评论, 你老公, 我一脸猛地看了一会儿, 忽然想到那天我随意回他的那条消息娃乱案的, 这才明白过来,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会儿, 放下手机, 当作没看见, 不打算回他四次日, 刚到公司, 沈直就跟吃了火药一样, 那文件无论我怎么改都不满意, 害我加班加到很晚才下班, 刚到家门口, 就看见沈直堵在我家门口, 看着好像喝醉了, 我刚走过去, 就被他紧紧拥在怀里, 你怎么在这里, 快放开我, 我在他怀里不断挣扎着, 但他抱得太紧了, 我根本推不开, 他低沉沙哑的嗓音响起, 温柔痴缠地呢喃着我的名字, 温宁, 我好想你, 我大脑一震, 这信息来得太快, 来不及反应, 就听到沈直接着说, 我快要极度疯了, 说完, 他咬了咬我耳上的软肉, 像是惩罚, 极度什么? 我身子颤了颤, 明知顾问, 明知道他是看了那张照片, 还有那些话, 但不知为什么, 还是想听他亲口说出来, 极度那张照片, 极度你和我分手, 不久就结婚生子, 他抱着我的力度加重了点, 感觉恨不得将我揉进他身体里, 我冷笑, 当初分手, 可是你提出来的, 下一秒, 沈直松开我, 捏着我双肩, 黑毛盯着我, 问, 他对你好吗? 我对上他的黑毛, 缓缓摇头, 眼眶渐渐湿润起来, 他不要我了, 沈直捧起我的脸, 语气认真, 那我们复合好不好, 我会对你好, 我甩开他的手, 偏过脸, 你喝醉了, 没有, 沈直牵起我的手, 放在心脏处, 我现在很清醒, 宁宁, 和我复合好吗? 我看了眼沈直, 冷笑, 好, 虽然我表面答应他了, 但心里可不是这样想, 现在的我只想让他感受当年被抛弃的那种感觉,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缠着我, 让我再说一遍, 说完, 又开始让我打开门, 说想见见我的娃, 我, 完了, 我就随便说说, 居然被当真了, 我慢吞吞地开门, 一进去, 小猫咪穴穴就凑到我脚下, 我干笑一声, 然后指着穴穴说, 我娃, 说完, 连忙捂上脸, 没眼看了, 倒是沈直没我想象中的那么惊讶, 反而他只轻笑一声, 果然, 猜到了, 合着刚刚演戏耍我, 我冷哼一声, 准备赶他出去, 但不知道是被什么绊了一跤, 整个人朝沈直扑去, 不小心在他唇上碰了下, 沈直勾唇浅笑, 那股脾劲出来, 他问, 想亲, 我脸一红, 连忙推开他, 将他往外面推, 你赶紧回去吧, 沈直没有继续为难我, 揉了揉一旁穴穴的毛发, 行, 那你早点休息, 明天早上我来接你, 沈直走后, 关上门的那一刻, 我后悔了, 后悔答应他了, 害怕会再次爱上他, 午第二天一早, 一出门就看见沈直在门口等我, 他拎着早餐朝我走来, 脾笑一下, 黑眼圈那么重, 昨晚是不是想我想的睡不着, 我接过早餐, 被他逗笑, 想得美, 他轻笑, 眼尾勾勒出淡淡的弧线, 伸手捏我的脸, 笑起来多好看, 多笑笑, 别苦着脸, 我拍开他的手, 别捏, 脸会越来越大的, 到了公司, 坐下来还没一会儿, 就被他叫到办公室里, 我捧着一堆文件放到他桌上, 语气不爽, 我是来上班的, 又不是来给你颁文件的, 沈直拉起我的手揉了揉, 嗓音掺杂这些宠溺, 我的错, 以后不敢了, 这不是想找个理由, 让你进来歇歇, 不用, 我瞪他一眼, 没事我就回去继续工作了, 公司那么多人, 我可不想让人在背后议论, 他眉梢阳起, 疲力疲弃地将我揽进怀里, 过几天, 我要去德国几天, 最近多陪陪我, 嗯, 我眉头轻皱, 问他, 你又要去看你妹妹, 之前和他谈恋爱的那些年, 他每个月都会飞去德国几天, 问他他都是说去看妹妹, 他轻轻嗡了声, 随后一手捏着我的下额, 唇压下来, 我瞪大双眼, 双手抵在他胸膛处推开他, 随口一问, 你每次都说去看妹妹, 要不你这次带我也去看看, 我还没见过你妹妹呢, 捕捉到沈直脸上细微的表情, 直觉告诉我他说谎了, 乖, 下次再带你去好吗? 沈直揉了揉我头发, 就知道他不会答应, 我叹气, 随便你, 我先出去工作了, 晚上, 我和沈直待在家里看电影, 看到一半, 我转过头来, 正想和他讨论剧情, 就看见他靠在一旁, 已经睡着了, 我心弦微动, 盯着他的睡眼, 蜷缩起的手指, 缓缓向他伸去, 舒然, 他放在桌上的手机, 响起消息提示音, 我顿住, 好奇地朝内贴了眼那条消息, 小韩, 哥哥, 你什么时候来德国呀? 看到那条消息, 打消了我之前的顾虑, 原来他真的就是去看妹妹, 但在沈直飞去德国的第三天, 那晚, 我和他在打视频, 聊着聊着, 镜头里忽然闪过一个 围着玉金的女人身影, 紧接着, 视频里那女人喊了他一声哥哥, 哄, 脑子瞬间觉得被炸了斑, 心里第一反应, 就是他出轨了, 来看妹妹, 全他妈是骗人的, 你, 这就是你说的, 去看妹妹, 我气得眼底腥红, 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 是, 他硬道, 一个字瞬间压垮我, 心里积压的情绪都在这一刻爆发, 沈直, 你个混蛋, 渣男, 耍我那么长时间, 把我当傻子一样,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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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朝他那边吼道, 但吼到后面,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声音断断续续, 越来越小, 渐渐被哭声掩盖, 不想被他看见我哭的样子, 于是在我眼泪开始掉的时候, 就挂了视频, 哭了一会儿, 门铃声忽然响起, 我从沙发上爬起来, 慢吞吞去开门, 门一开, 见是闺蜜苏小小, 我一头扎进他怀里, 开始放声大哭闺蜜苏小小扶我的背, 淡定地安抚我, 我本以为他见到我哭会惊讶, 他像是已经知道那件事一样, 七那往后的第三天, 沈直回来了, 昏暗的路灯下, 将影子拉长, 透着悲伤, 只剩转角霓虹灯还在闪, 你还来找我干嘛, 我气得咬唇, 自嘲, 耍我耍得还不够, 在他身上连栽两次, 说吧, 我抬手甩了沈直一巴掌, 我恨你, 这一巴掌, 话还未说完, 沈直向我靠近, 冷力的嗓音从喉咙里溢出, 接着打, 打到你消气为止, 我向后退步, 冷哼一声, 你这又是什么招, 留着陪你那妹妹去玩吧, 我可不奉陪, 对不起, 沈直淡淡道, 我不想再和她废话, 也不想再见到她, 于是没给她回应, 直接离开了, 以后应该再也不会见面了, 回到家里, 心情烦躁得很, 拉开冰箱门, 将里面的几瓶酒全拿出来, 哒的一声, 拉开盖子, 仰头就喝, 想把那些令人烦恼的事情, 全部忘记, 可几瓶酒下肚, 那些难过的事情, 像海浪一样全部涌上来, 越来越清晰, 后来我没看见过她, 只一次偶然的机会, 听到公司里的同事在谈论, 说她为了心爱的人, 把公司转给了好友, 飞去了德国, 每次我都会洋装成不在意的样子, 客套地回应几句, 日子就这样按部就班地过着, 好像她从未出现过一样, 直到某一天, 闺蜜苏晓晓和男友分手喝醉酒, 来我家里耍酒疯, 她不经意间说了一句话, 宁宁, 沈只好爱你, 我男朋友为什么不像他那样爱我, 当时我冷笑一声, 自嘲,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和他的事情, 已经伤我两次, 这是爱我, 你, 你要是知道真相, 肯定会哭死, 苏晓晓趴在沙发上, 吻声吻气地说, 你说什么, 我倒蜂蜜水的手一顿, 差一倒, 最后等来的是她的呼噜声, 而不是她的回答, 因为她那句话, 我整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此日, 我早早起来, 向公司请完假后, 做好早餐, 守在苏晓晓床前, 想知道她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等她醒来, 我递给她一杯水, 开门见山, 你昨晚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苏晓晓震惊地瞪大双眼, 差点把水洒在床上, 你, 你说什么, 见她挠头, 我说, 别装,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苏晓晓看了我好几眼, 最后叹气对我说, 好吧, 我说, 我要是再不说实话, 你肯定要打死我, 说实话, 那件事情憋在我心里也难受, 我嫌她啰嗦, 打断她, 别废话, 说重点, 行, 苏晓晓仰头咕噜咕噜灌了一大口水, 这才慢慢和我说明事情的真相酒, 听她说完后, 我眼眶湿润, 不敢置信地看着她, 想要再次确认一遍, 你说的都是真的, 没有骗我, 只见闺蜜苏晓晓神情认真的看着我点头, 我的眼泪趴得掉落下来, 胡乱抹了把眼泪, 掏出手机, 开始给沈职打电话, 着急忙慌地拿着包, 就往外跑, 打了一遍, 两遍, 三遍一直没人接, 我拿着手机手足无措的时候, 脑海里忽然浮现之前公司里同事谈论的那些话, 接管公司的陈芳, 他是沈职的好友, 应该知道沈职在什么地方, 刚赶到公司, 他刚好开完会, 我缠着他说了好久, 他这才松口, 告诉我沈职在哪里, 并给了我一个文件, 听他说是沈职在做心脏手术之前, 把财产全都转到了我名下, 他什么时候做手术? 我的嗓音在不停地颤抖, 以前他每个月都说去德国的那几天是去看妹妹, 现在的我才知道原来他是去看治病, 就这几天了, 你知道了也好, 看他最近的状况不太好, 你去陪在他身边, 说不定他好得更快些, 我点头, 赶紧拿出手机订票,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我现在就赶过去, 行, 到了地方和我发个消息, 到时候会有人带你去见他, 陈方递给我那人的联系方式, 赶到沈职所在的地方时, 已经是半夜三点, 但还是想要去看看他, 医院里,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位, 走到沈职的病房时, 见护士在门口畏畏缩缩, 我碰了碰他, 轻声说, 那么晚了, 里面的人还没睡, 那小护士摇摇头, 看了眼里面, 将我拉到一边, 小声说, 你是照片上的哪位小姐吧, 我看沈先生总拿出来看, 我脸微红, 随后话锋微转, 他最近怎么样? 那小护士瞬间搭了着脑袋, 小声叹气, 不好, 沈先生这些天, 每天都会抽烟, 熬夜, 像是故意在和自己身体作对一样, 他不是快要做手术了吗? 怎么还能抽烟呢? 我皱起眉头, 这里没人敢管沈先生, 我也不敢, 只能在外面看着, 小护士垂眸, 那么晚了, 你先去休息吧, 我去照顾他, 我常叹一声, 说吧, 我轻手轻脚地走进沈植的病房里, 这时, 沈植已经站在外面, 狠狠地吸了一口手上的烟, 他黑眸微眯, 修长地手指夹着烟, 薄唇微张, 吐出个烟圈, 眉眼瞬间被烟雾缭绕, 让人看不清, 我朝他走去, 刚靠近就听见他低沉沙哑的嗓音响起, 像是早已知道他身后那人是我, 后悔吗? 我知道他是在问我来这里看到他现在这副样子, 后悔吗? 我抢过他的烟, 扔进垃圾桶里, 直摇头, 不后悔, 沈植转过身来, 我才看清他那苍白病态的脸色, 整个人看起来十分虚弱, 我向前紧紧抱住他, 又重复了一遍刚刚说的话, 我不后悔, 我全知道了, 不要再骗我了, 让我留在你身边, 好好陪你好吗? 沈植抱我的力度紧了些, 头埋进我的脖梗里, 嗓音沙哑, 好, 下一秒, 我感觉到有一颗冰冷的泪水划过我的脖梗, 他哭了, 想到刚刚小护士说的那些话, 我拍了拍沈植的背, 安抚他, 我陪着你, 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沈植点点头, 随后捧起我的脸, 动作前程, 开始向我解释那天晚上, 我误会他的事情, 我打断他, 将他扶到床边, 不用说了, 小小都和我说了, 时间不早了, 早点休息, 他低笑, 我要你陪我, 眼看天也快亮了, 便答应他了, 刚同意, 沈植就将我抱到床上, 扯进他怀里, 强势地抱着入睡, 醒来后, 就看见沈植撑着脑袋盯着我看, 他看着脸色比昨晚好多了, 我不自然地别过去脸, 你怎么醒那么早, 他轻笑, 扳过我的脸, 在我额头上轻轻一吻, 想多看看你, 我有什么好看的, 我起身穿衣服, 怕等会儿医生过来看到, 哪里都好看, 沈植从背后还着我, 接过我手上的衣服, 我帮你, 等医生看完出去后, 我找了个借口出去, 想问问医生一些注意事项什么的, 回到病房, 我立刻将沈植的烟都收起来, 不许他抽拧拧, 你说要是这次手术没成功怎么办, 沈植捶摸完着我的手, 赶紧说呸呸呸, 医生都说成功的概率很大了, 而且等了那么多了, 好不容易有了这次心脏移植机会, 我猝起眉间, 脸上写满了不开心, 好, 不说了, 别不开心了, 沈植抚平我皱起的眉头, 从那天开始, 我几乎每天都和沈植形影不离, 她的精神状况和脸色也越来越好, 一切都在垫好在她手术那天, 我从包里掏出一个戒指, 小心翼翼地捧着说, 看,这是你之前送我的好运戒指, 现在我送给你, 好运都给你, 一定会好起来的, 沈植钉着手上的戒指轻笑一声, 回我, 好, 等着我和你求婚, 沈植进了手术时候, 我一个人待在外面坐立难安, 手术进行到一半, 忽然看见一个女人朝我这边走来, 看着很像是那天和沈植视频里, 围着浴巾的那个女人, 我落在她脸上的目光停留了一秒, 便挪开, 你好, 你是温宁吧? 我一脸疑惑地点点头, 不知道她到底要干嘛, 你好, 我是苏潭, 今天沈植手术, 就打算来看看, 顺便和你解释解释那天晚上的事情, 苏潭朝我伸手, 我礼貌回窝, 不用解释了, 我都知道了, 那就好, 我还怕你还在误会我们呢, 苏潭神色松懈, 眉目这才舒展开, 沈植手术成功后, 我天天像照顾大少爷一样照顾她, 一天天的, 条件还挺多等她彻底痊愈出院那天, 我才彻底解放, 给她做了那么长时间苦力,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于是沈植定了烛光晚餐, 想晚上约我出去, 但我现在只想躺着, 唯有躺平是最快乐的事情, 最后受不了她的软磨硬泡, 还是去了, 去的路上, 不知为何, 内心总感觉今晚会有惊喜出现果然, 到了地方, 发现是包场, 这肯定不简单, 她不会是想和我求婚吧, 下一秒, 证实了我的想法, 她西装革履地站在我面前, 邀我入座, 见她穿得那么正式, 我猜想等会儿吃完饭, 或者吃到一半的时候, 她会和我求婚, 果然, 晚餐吃到一半, 沈植找了个借口说去上厕所, 等她回来时, 她手上多了一捧玫瑰, 我接过鲜花, 笑着看她, 她又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戒指出来, 低沉的嗓音里, 带着一丝颤抖, 宁宁, 你愿意嫁给我吗? 那么直接, 都不先说些煽情的话, 本想为难下她, 但见她还跪在地上, 心一软, 手一伸就答应了, 回国那天晚上, 沈植订了个包厢, 让两家人见面, 商量关于婚礼的事情, 饭吃到一半, 沈植忽然给我发消息, 你找个理由出去, 我抬眸看她, 不懂她意思, 但还是找了个理由出去了, 出去不到三分钟, 沈植也出来了, 叫我出来干嘛, 你不是要和他们商量婚礼的事情, 我拉了拉她衣角, 柔声说, 她勾唇, 喉间一出一抹轻笑, 婚礼的事我都弄好了, 不用他们商量, 但老一辈不让他们商量, 心里肯定不舒服, 所以就先让他们先商量着吧, 到时候你不喜欢我再改, 说吧, 沈植牵起我的手, 朝外走去, 我一脸疑惑问她, 我们就这样离开了, 沈植淡淡摁了声, 打开手机给我看, 我订了电影票, 我们看电影去, 等会儿我让司机 送他们回去, 看完电影回到家, 门刚关上, 沈植就从背后抱着我, 她那低沉带有磁性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起, 养而撩人, 凝凝, 今晚让我进去好吗? 我脸一红, 正想要推开她, 就听见背后啪哒一声, 有点冷, 身子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沈植忽然将我抱到沙发上, 她轻咬我的嘴唇, 表情看着很不满, 怎么不回答我? 我, 我, 我害羞地说不出来话, 只能抬手勾着她的脖子, 回应她, 沈植轻笑一声, 也没接着往下问, 抱着我往卧室走去十四, 次日, 刚醒来, 就看见沈植放大的俊脸, 再看时间, 快中午了, 动了动酸痛的身体, 终于从她怀里挣扎出来, 刚拿起衣服, 就听见门铃声响起, 心想着, 刚刚点的外卖那么快就到了, 连忙穿上衣服, 准备去开门, 打开门一看, 居然是我妈, 刚刚睡醒, 还有点猛得我瞬间清醒, 见我妈已经进去了, 连忙跟在她身后, 妈, 你今天怎么忽然来了? 之前可从不来, 我妈上下打量着我, 忽然开口, 沈植也在这里, 不, 不在啊, 我心虚地避开我妈的视线, 我妈往里瞥了眼, 又看向我脖子处, 我一个机灵, 这才意识到身上还有昨晚留下的痕迹, 脖子上也有一点, 连忙把衣领往上拉了拉, 宁宁, 别遮了, 我都看见了, 我妈轻叹一声, 你好好休息吧, 我这就和你爸回去, 我爸也来了, 我猝起眉头, 刚刚还以为只有我妈一个人来了, 我妈点头, 把东西放下后, 便离开了, 我妈刚离开, 沈直就从卧室里出来, 将我抱在怀里, 似乎还没睡醒, 刚刚谁来了, 我妈, 我拍开她的手, 从冰箱里拿出一瓶水喝, 沈直挑眉, 妈来说什么, 没, 没说什么, 就送了一些东西来就走了, 我将瓶盖拧上, 平静地说, 沈直点点头, 捧着我的脸, 嘴唇直接压上来, 刚伸出来, 准备推开她的手, 一碰到她的肩膀, 就软了下来, 吃完早餐后, 沈直带着我去试婚纱, 地点在半上腰的一个别墅里, 沈直特地邀请的设计师, 给我定制婚纱, 此时, 一群人正围着我给我两尺寸, 镜子里, 我见坐在沙发的沈直, 还在玩卓手里, 撇了撇嘴, 今天一路上都见她在聊天, 现在还在聊, 也不知道是在和谁聊量完数据后, 就连我走到她跟前, 她都没注意到, 你在和谁聊天呢, 给我看看呗, 我摊出手, 本以为只要我要, 她肯定就会给我看, 但没想到沈直竟然立刻 把手机关机, 不让我看, 我心里顿时不爽,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和别的年轻女还在聊, 沈直低笑一声, 将我扯入怀里, 贴在我耳边说, 不喜欢你, 怎么会和你结婚呢, 不喜欢你现在, 又怎么会抱着你呢, 不要再多想了, 为时摩会看到广告说完, 沈直将我抱得更紧了些, 嗓音性感低沉地喊了我一句, 老婆, 呲, 那两个字, 似电流一般传来, 我的脸刷得一下全红了, 这声音也太蛊惑吧, 我把头埋进她脖梗里, 害羞地说了句, 你再说一遍, 我刚莫听清, 其实不是没有听清, 是我有私心, 想要再听她说一遍, 太好看了, 沈直笑得胸腔跟着一起颤抖起来, 贴在耳边再次喊了句, 老婆, 我弯了弯眉眼, 这样喊我也没用, 你刚刚不给我看肯定有猫腻, 我以前想看你都是直接给我看的, 说着说着, 我撇了撇嘴, 忽然觉得有些不爽, 回去的路上, 我坐在副驾驶位上刷着手机, 莫和沈直说一句话, 以为他是知道我为什么忽然对他那么冷淡, 但莫想到他坐上车后, 竟然也一句话都不说, 见他这态度, 我心里更加不爽了, 但见他走的这条路不是回去的路, 我还是多嘴问了句, 不是说回去吗? 等会儿, 我先去拿个东西, 沈直淡淡回道, 我淡淡嗷了声, 没有继续往后接话了, 车里的气氛瞬间有些尴尬到了地方后, 已经是晚上, 沈直把我一个人丢在人群里, 今天一整天, 心里的不爽全部堆积在一起, 我走在人群里, 心里暗骂沈直走了末一会儿, 就看见不远处好多台无人机都在空中, 人群瞬间都朝那看去, 我也被吸引随着人群往那走去, 边看心里还暗想, 这么一看, 当初就那样答应沈直的求婚, 太便宜他了, 但看着看着, 觉得不太对劲, 怎么感觉是我, 难道是我眼花了? 下一秒, 上面出现了我的名字, 我震惊地瞪大双眼, 不敢置信那上面的名字竟然是我, 紧接着, 旁边的大屏幕上出现了我和沈直的照片和名字, 这才相信自己没有看错, 慢慢地, 身旁人的视线都朝我看来, 耳边传来他们谈论的声音, 啊, 我好羡慕呀, 这天的无人机也有五百多台了吧, 在看着屏幕上分享他们的点点滴滴, 看着都好感动, 看着我都想哭了呜呜呜呜, 呜呜呜呜, 男帅女美呀这, 好羡慕好, 幸福呀呜呜呜呜, 我去, 我之前都是在小说里, 才看到这个场景, 莫想到今天在现实中竟然看到了, 呜呜, 我要拍下来给我男朋友看看, 让他好好学学, 啊, 姐姐好幸福, 有那么帅的男朋友, 从他们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来, 他们都很爱对方, 我看着屏幕上放映的短片, 全是我和他的日常的点点滴滴, 眼泪止不住地从眼眶里往外冒, 大颗大颗的泪珠不停地往下掉, 我脸上的妆容都快被枯花掉, 不知何时, 沈侄已经站在我面前, 手捧着一束玫瑰, 沈侄抬起一只手为我擦去脸上的泪水, 边擦边哄, 别哭了, 再哭妆都花了, 乖, 别哭了, 完了, 他这一哄, 我更加控制不住自己, 哭得更厉害了些, 最后, 沈侄哄我哄了好一会儿, 这才哄好我, 他亲了我的眼角, 语气十分温柔, 别哭了, 我的小哭包, 平复了下心情后, 我这才点头, 小手捶他, 你今天一直在玩手机, 是在安排这件事情, 沈侄点头, 轻笑, 不是你说我之前那次求婚不浪漫吗, 我这不是想着就结婚前再给你弄一点, 免得到时候留下遗憾, 我吸了吸鼻子, 我就是浅浅抱怨了一下, 沈侄弯了弯唇脚, 轻吃, 心里还不爽吗, 我那不是以为你在和别的女孩聊天吗, 我鼓着腮, 娇气地看她, 她扯了下唇脚, 无奈地说道, 既然这样, 我们快点进入主题吧, 随后, 沈侄开始说她那些煽情的话语和动情的告白, 我的眼泪又不受控制地往下掉最后, 我哭着答应她的求婚, 感动的, 沈侄抱我的时候, 我在她怀里小声抱怨, 都怪你, 你说了那么多煽情的话, 又让我的眼泪不停地往下掉, 我的妆容全都弄毁了, 现在丑死了, 说完, 沈侄炙热的手掌握住我的腰肢, 嗓音响起, 呼吸全落在我柔软的耳根, 说不出的撩人, 不丑, 你在我心中怎样都是最美的, 从前是, 以后更是, 一直都不变。 男主视角, 2016年10月9日, 打完篮球, 遇到一个女孩, 真他妈乖, 笑, 莫想到还是我的新铜桌, 挺好看。 2016年10月15日, 天天都有不少男生向她表白, 在她桌子里塞吃的和表白信, 或, 还挺受欢迎, 2016年10月22日, 她主动向我要微信, 她是不是暗恋我。 但家的好友, 也不见她发消息。 2016年11月3日, 玩笑开过了, 不小心惹宁宁生气了, 好男哄, 怎么办? 2016年11月5日, 红好了。 2016年1月19日, 邀请宁宁看我打篮球, 紧张中, 2016年2月27日, 宁宁生日, 我鼓起勇气向她表白, 莫想到竟然答应了, 首五足蹈中, 2016年3月9日, 她陪我度过的第一个生日, 出吻, 宁宁好甜, 好软, 2016年4月2日, 宁宁成绩有点下降了, 说想要好好学习, 向我提出了分手, 下话线, 2016年4月5日, 在我的死缠烂打下, 我和她商量着, 高考完再继续加一起, 这期间都好好学习, 2016年4月16日, 太想她了, 周末约她出来放松放松, 看电影时, 现她睡着了, 我再也忍不住了, 偷偷亲了她一口, 很软, 2016年7月9日, 高考后的聚会上, 我和宁宁和好, 2016年7月28日, 和宁宁在一起, 第一个暑假开始了, 2016年9月3日, 和宁宁同一所大学, 一个暑假过去, 她好像更粘着我了, 也更爱我了, 2016年9月27日, 宁宁喝醉, 今天才知道, 原来她也一直都喜欢着我, 2018年1月15日, 忽然知道自己心脏不好, 去医院检查, 情况挺糟糕, 2018年2月25日, 准备向宁宁提分手, 我的病情也越来越糟糕, 2018年3月17日, 和宁宁分手, 烂大街的理由, 要是我的病情好了, 她还是单身, 一定追回来, 2018年6月3日, 草, 好想她, 莫忍住给她打电话, 结果那边, 是空号, 2018年7月21日, 飞回来偷偷看她, 怎么看着越来越瘦了, 2020年10月13日, 病情终于好转, 回国的第一天晚上, 就现老婆拍了拍我的头像, 2020年10月15日, 莫忍住, 买了老婆的公司, 想和她见面, 2020年11月2日, 再次分手, 2020年11月28日, 和好, 还好我们莫错过, 终于不用再受病情折磨, 2021年1月15日, 向老婆求婚, 2021年2月1日, 领证, 幸福, 合法夫妻。